Hello everybody, happy to see you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are you today, lesson 9,你好吗今天,好,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greetings,就是打招呼的一个比较方式, Hey, how are you today,我们以前都会背了,都说how are you today,然后说I'm fine,thank you,and you,是不是这样,这个句子应该说中国的学生是最熟悉不过了, 好,今天我们要提供给大家一些另类的比较方式,大家也必须要掌握一下,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我们就是这么回答的,OK,那下面我们首先来怎么样,listen,来,先听一下好不好,开始, Lesson 9,how are you today,listen to the tape,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how is Emma,hello Helen,hi Stephen,how are you today,I'm very well,thank you,and you,I'm fine,thanks,how is Tony,he's fine,thanks,how's Emma, She's very well too,hellen,goodbye,hellen,nice to see you,nice to see you too,stephen,goodbye, OK,如果您有点技术的话,当你去听这么一篇课文的时候,你应该觉得,oh,it's so easy,right,太简单了,是不是, 其实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多的,我可以说一句非常大胆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学生, 虽然很多单词我们都认识,但是这些单词,这些简单的单词,它的一些啊,高频用法,我们都不知道, Ease老师正是要去帮大家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把最基础的,但是确实最高频的东西,交给你们, 这就是你们目前缺失的东西,是不是,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只认识单词, 好,大家看下这个是一个背景,这个背景,shop,一个商店,然后两个人怎么样,迎变走来, 我们先,再来看一次这个视频video,然后呢,大家把这个情节就看懂了,是不是,来,我们开始, Hello,Helen,Hi,Steven,how are you today,I'm very well,thank you,and you,I'm fine,thanks, How is Tony,how is Tony,he's fine,thanks,how's Emma,she's very well too,Helen,goodbye,Helen,nice to see you,nice to see you too,Steven,goodbye, OK,that's all,来,这就是这个video,这个视频,大家看的时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询问对方,对不对, 好,我们呢,来解析一下这个视频,下面我们还是来看第一个视频, 大家呢,一定要仔细地去听,仔细地去揣摩它的语调,还有单词的发音,来,我们开始, Hello,Helen,Hi,Steven,how are you today,I'm very well,thank you,and you,I'm fine,thanks, OK,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两个人怎么样,已经练走来,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了,就是, 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我突然就想不出来我要说什么东西了, 好,两个人迎面走来之后,打了一个招呼,说,Hello,Helen,这个没什么难度,Hi,Steven, 名字呢,都是很熟悉的名字,在熟悉人之间呢,我们经常会说,Hi, 对吧,年轻人之间,经常打招呼,说,Hi,这个比较常见了,当然你说,Hello, 但是Hello呢,有的时候呢,用在陌生人之间,会说,Hello, 但是熟悉人之间会说,Hi,对吧,好,Steven开口说,How are you today, 注意,其实Steven读的并不是这么一句话,他读的是,How are you today, 他是分开读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读How are you today呢, 其实你仔细啊,这个后面是How,你看,How啊, How啊,你看,其实那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加一个美式的这个Word这个感觉, 变成了How are you,How are you,你记住这么一个读法就可以了, How are you today,我自己的孩子,两周岁,不到两周岁,他已经学会了How are you, 您只要教他,其实还是很能学会的,How are you today, 今天你好吗,这是最简单的了,来,下面继续看,I'm very well, thank you,and you,这就是我们以前背的书,对不对, 我们注意一下,I'm very well,请大家看一下老师的蓝色字体, well是表示好的,应该是,好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这个well,well done,做得不错,对不对,好,这个well, 前面有一个very来进行修饰,此时此刻这个well是一个形容词, very是一个程度负词,负词呢,来修饰这个形容词, 表示一种程度之深,very well,very well,这个well呢, 在这个地方指的是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好,身体很健康,叫well, 你平时所说的well呢,都是作为一个动词,我们说那个well done, 那个well,就是做动词,well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做动词, 但是它也可以做形容词,只有表示身体健康状态良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是形容词,就run very well, 它是一个正确的句子,thank you,and you, 我们在询问这个回答完之后啊, 你要很有礼貌地去问对方, 很有礼貌地去询问对方,and you, 读的时候这么读,and you,and you, 一般的沿在一起读了,and you, 那你呢,这是一种礼貌的这个,怎么像呢, 你冒险的一个回复啊,你不能别人问你, 然后你不问对方啊,让人感觉到难道我不应该被询问一下吗, 那种感觉很奇怪,是不是,好,steven说, I'm fine,thanks,这个fine,也是表示健康状态好,fine, ok,I'm fine, 其实你仔细去看这个视频,视频中还有一个很搞笑东西, 就是那个小狗一直在巴着这个男的, 这是男的,是吧,好吧,是卡通,巴在这个男的身上, 是吧,那小狗,好,我刚才看到这个细节挺有意思的, 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拓展一下这个知识吧, 在英文中,这个背景知识给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在图片中你看一个单词叫shop, 大家跟老师读一遍,shop,商店的意思, 这个单词既可以作为名词商店, 也可以作为动词,表示购物, 所以说shop这个词可以作为动词购物解释, 我教给大家一个句子,大家一定能记得住, 以前有一首,我记得在, 有一些人他喜欢摇滚乐, 可以说someone is crazy about rock music, 那这个时候他说rock till I die, 所以说这里面有些生词,die是死的认识的, till是直到的意思, rock till I die, t-line是因为产生连毒, 什么意思呢, 只要我活着我都会去摇滚, rock till I die,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这个意思, 那还有一些人呢, 我们把它正称为shop-holic, 右边一个单词看到了吗, shop-holic, 你可能熟悉的单词叫work-holic, 工作狂, 还有酗酒的人叫alcoholic, 所以你知道他是一种对什么什么吃狂的人, 所以shop-holic就是购物狂, 让我想起来, 是张博之后还演了一部, 以前演过一个电视, 就是购物狂, 他有一句话叫做shop till I die, 意思是生命不息, 购物不止, 这个句子很有意思, 就是说前面加一个动词, 后面说till I die, 都是表示你生命不息都得做那个事情, 好吧, 有的人特别喜欢特别热爱教学, teach till I die, 他只要活了都会教书, 好, 这是一种热爱, 好, 同学们, 这个句子我给你解释清楚了吗, 好, 接下来看, 但是shopping, 就是我们经常会使用shopping, 也是两个购物的意思, 来, let's go shopping, 那我们去购物吧, let's go shopping, 比如说今天晚上, 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去购物, 咱们去逛街购物好不好, would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with me tonight, would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with me tonight, 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购物好不好, 还有种购物, I'm just window shopping, 可能有的时候, 这个shop assistant, 看到你来了呢, 他会主动去询问, 这个时候你不想去搭讪他, 不想让他跟着你, 你可以说, I'm just window shopping, 我只是看看, 我走走看看, window shopping, window是指, 玻璃窗, shopping购物, 所以你只是看着玻璃, 里面的东西在, 只是在那里看着, 就是表示只看不买的意思, 所以其实翻译成走走看看, 我只是看看, 另外一种相似的表达, 叫做, I'm just looking around, I'm just looking around, 但是looking around, 表示也是表示随便看看, 四周看看的意思, ok, window shopping, 你记住了吗, 刚才讲的这个go shopping, 在英文中, 还有一次, 还有一个替换的表达, 叫do some shopping, let's do some shopping, ok, 记住了吗, 好, 这是在购物的时候, 你可以学到, 我只是随便看看, 下一次你会说了是不是, 好, 我们再看一下book, 这个词有哪些的一些常用的搭配, 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会经常给大家写这种搭配, 这种搭配都属于一种, 我们是因为叫做端语, 属于端语的性质, 这是一定要掌握的, 因为你下次会说这些东西的, 第一个bookshop, 很简单, 叫书店, 第二个shopper, 就是shopper并不是店主啊, shopper是购物的人, 因为单词shop是购物, 对不对, shop assistant, 就是那个店里的销售员, shop assistant, 售货员, shopping mall, 很常见嘛, 购物街的意思, 一般的步行街, 我们都可以评论购物街, 全是购物的那个shopping mall, 购物商场, shopping mall, mall, 肯定见我, 还有这个shopping list, 现在想到了没有写上去, shopping list, 是指购物清单, 我们后面还会学到这个单词, list, L-I-S-T, 一定要认识它, 很常见, 这个女士Helen在做什么呢, she is walking her dog, 所以这个语言, walk once dog, 遛狗的意思, 你们也想到遛狗是这么表达的, she is walking her dog, 这就是遛狗了, 好, 这是我们在背景中给大家拓展的知识, 是不是觉得背景中也有很多知识可以学,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右边对于这个正文的一个补充, 第一个, 由于我们每次都会说how are you, 太常见了, 我们现在稍微改变一下, 比如说how are you doing today,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这个单词加一个doing之后, 意思没有变化, 还是问你怎么样,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可以说I'm doing okay, I'm doing fine, 这是可以的, 所以你注意一下how are you doing today, 这个表达方式, 可以让你有点, 怎么说呢, 外国人感受你不太一样了, 就像有一次我在英语角, 我读研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说了一个单词叫extraordinary, 特别的意思, 跟那个especially很接近, 但是老外觉得我用这个词很高级, 他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单词, 我这个印象很深刻, 但是他觉得我这个水平很高, 就是因为我用了一个他觉得我不会用到的词, 所以你可以稍微变化一下, 你说how are you doing today, 是不是, ok, 第二个, 这是问今天怎么样, 那如果我问你最近怎么样, 怎么问呢, 我们说how have you been, how have you been, 怎么样, how have you been, 你最近怎么样呢, 这个have you been, 你表示最近了, 这是一个线丸, how have you been, 能记住吗, 你最近怎么样呢, 其实后面省了一个单词, how have you been recently, recently, 当然是他没有用, ok, 继续看, 如果你的回答是有很多遍的, 你可以说I'm fine, I'm very well, 这是很常见的表达方式, 你也可以说not bad, 还不错吧, 就是not bad并不是不好, 而是不是不好, 而是说还不错, not bad, 或者还不错, nothing special, nothing special, 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特别的, 相当于just as zero, just as zero, 跟往常一样, nothing special, just so so, 好, 马马虎虎了, 没不好也不坏, 是吧, not just so so, 就这样了, 这是一个的方式, 我们继续来看, 当然你也回答, 回答说very well, I'm fine, 这是很常见的, 其实你没有特别的事情, 你的回答都是很简单的, 对吧, 好, 我们来继续看, 但是well的一个, 补充, 那刚才讲过, well经常是做副词, 副词是修饰动词的, 这个你听起来可能有点难, 但是你不要着急, 你看, you did it well, 这个well就是表示你这个did, 这个动作做是怎么样的, 所以它是修饰动词, did, 这个did是一个真正的动词, 表示做的意思, you did it well, 你做得很好, 好, 相当于, 我们写说, you did a good job, 对吧, 那个did, well done, 这个well也是修饰done, 这都是表示副词, 我们再来看, 它还可以表示正常, 好的,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fine, 这句话在美语中很常见, 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句话你肯定听过,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fine,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对不对, 比如说, everything is on control,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个表达方式一定要机会了, 好, 下面看一下, fine, 还可以表示天气晴朗的, 比如说, it's a fine day today, 今天天气不错, it's a fine day today, 这个fine, 认识了吗, that's fine, 在口语中非常常见, 行, 好吧, 这个意思, that's fine, 行, 可以, 相当于that's okay, 没什么区别, 口语中也会说fine, 好吧, 这个意思, 好, 继续来看, fine呢, 除了这个意思, 形容词还可以作为名词, 动词表示罚款的意思, 好像我前面讲过了, you have to pay a fine for that, 你应该为那件事情支付罚款, 为那个支付罚款, pay a fine, you have to pay a fine for that, 你得付, 你得赔钱, 你得交罚款, 下面一个句子, 你肯定更有印象, if you break the speed limit, 有个学生在去, 你们问说, 这个speed limit, 就是限速嘛, break the speed limit, 就是超速了, 对不对, 如果你超速的话, you'll get fine, 你会被罚的, 是不是, you'll get a ticket, you'll get a ticket, 你会得到一张罚单的, ok, 我相信学到这里的时候, 重点的支点, 大家都学会了, 注意读音的问题, 这个and you, 这种读音, 使用声调, 第二个I'm very well, 这个z和w, 两个发音不要搞反调, 有个同学说, I'm very well, 有个同学说, I'm very well, 还有同学说, I'm very well, 发音就是没有搞定的同学, 好, 你读了一个不好听的发音, 实际上是很影响形象的, ok, 这是我们学的第一张PPT, 你学会了吗, 就从你第一课开始学习的时候, 你就不是零基础了, 你每节课都掌握了大量的语速, 这样的一个语料, 你应该说, 你的知识每天都在累积, 你的笔记本有没有做好, 我反复地强调做笔记, 是很重要的东西, 好吧, 来,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张, 我可以告诉你, 这里只是变化了一个句型, 我们可以说,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对不对, 那我肯定也会说, 怎么样, 我也可以说, how is he, how is she, 你有没有问题吧, 这能不能理解, 我只是变化了一个are you, 对吧, 然后变成she和he的时候, 变成is, how she, how she, OK, 第一个很简单, 第二个呢, 我们给大家再补充, 因为你看这个原文啊, 你可能学不到任何知识, 为什么我这么讲, 除了这个句型的变化以外, 其他的单词全部都在上一张PPT讲过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个形式, 我们正常情况下问对方, 我们说how are you, how is she today, 这是正常情况下, 那如果别人生病了, 然后你去看他, 然后你会问他, 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问, 我们说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看到没有, 这时候变成了feeling, 不是说doing,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今天感觉怎么样, feel, 这个词注一下, 不要再读feel, 有通常读feel, 对不对, feel,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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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是感觉怎么样,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你可以说, 两种表达方式, 我倒没有给你写出来, 你可以写第一个, 就是说, I don't feel very well today, 我感觉不是很好, I don't feel very well, 你是可以这么说的, 第二种呢, I'm feeling much better, I am feeling much better, I'm feeling much better, 感觉好多了, 这个句子我没有写出来, I'm feeling much, 你会写的, better, 就是good比较急, be, g,t, 肯定也会写的, 所以, 两种表达方式, 其实有的时候, 人呢, 就是很奇怪, 其实备课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想的, 已经很全面了, 但是, 讲课的时候, 讲着讲着, 又出现新的东西了, 所以, 比如说, 一个课堂, 实际上是, 多元化的, 叫生成性的课堂, I don't feel very well, I'm feeling much better today, OK, 注意一下这个表达方式, 好, 继续看, 如果说某人身体状况, 真的很好, 这个在走遍美国中, Richard, 他天天都去, Lift weights, 就是举重, 他天天都举那个哑铃, 举重, Dumbbell, 他天天举, 之后他去做那个Aerobics, 就是, 健美操的时候, 做这个游氧运动的时候呢, 他依然能够完成, 虽然他也很累, 之后他的妻子就说, You're really in good shape, 他妻子Marilyn就说了, You're really in good shape, 这里面学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 叫in good shape, shape, 是形状的意思, good, 好的, 好的形状, 那你就翻译成体质好, 状态好的意思, 所以you're really in good shape, 你身体真的不错嘛, 好, 这个表达方式你一定要学会的, 你以后还会遇到的, in good shape, 状态良好, 你也可以说车, 说状态良好, 也说in good shape, 都可以, 说什么东西状态良好都可以, OK, in perfect shape, in perfect condition, 完美的状态, 对, 好, 所以这个表达方式, you're really in good shape, 新概念呢, 从某种程度上讲, 他并没有左边没有有意思, 他有的时候他的场景非常的基础, 以至于他也没有多少乐趣, 那继续来看, 还有一种就是打招呼之后呢, 有的时候会象征性的让对方去问, 就是他的父母, 请替我呢, 向你的父母问好, 这个呢, 也会很常见, 所以我们会说, please send my best wishes to your parents, 或者说, please give my best wishes to your parents, wishes, 也可以换成regards, 这个词暂时还不学, 它也是一样的, 就是send my best wishes to your parents, 学会了吗, 很简单, 好, 好, 我们学会了在不同的场景之下的一个询问,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张吧, 好, 下一张, 同学们说更没有看的了, 不过有的同学可能会有个疑问, 好, 我们看一下视频, Goodbye Helen, Nice to see you, Nice to see you too, Steven, Goodbye, 好, 其实, 其实, Helen很有意思, 她说音说法, 这个讲话, Goodbye, 很潇洒的样子, 好, 这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 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比较困惑的是, Nice to see you, 不是我们第一课, 第几课学的, 学那个表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用的吗, 请你记住, 我们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说是Nice to meet you, 好, Nice to meet you, 或者说how do you do, 对不对, 我们并没有说Nice to see you, 也就是说, Nice to see you, 其实就是see you的意思, 拜拜, 就这个意思, See you, 再见了, 是这个意思, 那, 呃, 这个句子呢, 你要记住, 它是可以用在熟人, 这个, 咱们熟人在见面后, 你离开的时候这么说, Nice to see you, 我很高兴, 因为就会见到你了, 比如说我开头就给大家说, Happy to see you again, 是不是我也是这么用的, Happy to see you again, 那你也可以说, Nice to see you again, 也是可以说的, 所以它是用在离别的时候讲, 这是一个区别, 但是你离别的时候不要说, Nice to meet you, 这是不对,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达方式, 第一个, bye, 就是goodbye, goodbye的全称是God be with you, 它是may God be with you, 你看goodbye长相是不是这样, goodbye, 就是god, G-O-O-D变成了god, 这个bye就是be, 后面的ye就是you, 所以是god be with you, 上帝与你同在, 再见, 这个意思, 第二个, 再见可以说, See you, 刚才给大家讲see you, 其实就是see you, see you呢, 在口语中会说see you, 这个you呢会产生弱毒, yeah,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这也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 catch you, 会变成catcher, catcher, 变成catcher, 它也是表示gatch you, gatch you, 它也是一种, 怎么说呢, 非正式的口语吧, see you, 很常见, 朋友之间也会说see you, OK, 有的时候会说see you later, see you around, 回头见, 记住啊see you later和see you around, 并不代表马上你还会真的见到他, 人们在离别的时候说see you later, 稍后再见, 其实不一定会见了, 它意思就是表示再见了, 知道吗, 好, so long也是表示so long, 表示再见的意思, 这都可以, 好, 这个再见大家都学会了, 基本上就这几个表达方式了, 好, 我们继续来看, nice to see you again, 所以你学会了, I see, 明白了吗, 好, 意思就是指, 明白了, 意思等于, I got it, I got it, I see, I got it, 我明白了, 所以see呢, 有一个明白的意思, 这个句子的整个句子应该是这样子的, I see what you're saying, 或者I see what you said, I see what you said, 其实是这个句子, 大家口语中, 网络是省略的, I see what you're saying, 我知道, 我明白理解说什么东西, 下面一个句, you'll see,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you'll see,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相当于, 咱们走着瞧, 我以前给大家举的例子叫, wait and see, 是不是, 咱们走着瞧, we will wait and see, 什么意思呢, 这个and就是了, and那个n, 产生一种缩读的现象, 所以变成wait and, we will wait and see, 那我们走着瞧, you'll see,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解决这句话哦, 好, 还有一句子叫, I see someone, 你最近是不是在约会啊, I see someone, 这个时候就是约会的意思, 那sing someone, 你是不是在约会某个人呢, 对吧, 好, 这是c的一个表达方式吧, 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用法了, 好, 没有知识点了, goodbye, goodbye, 他的语调, goodbye, ok, 这景色, 我们用一个单小picturesque, 叫风景如画的, 好, 风景很美, 这好像是威尼斯吧, 有点感觉,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来,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听力, 风扎一下, Lesson 9, how are you today,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how is emma, hello helen, hi steven, how are you today, i'm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hanks, how is tony, he's fine, thanks, how's emma, she's very well too, hellen, goodbye helen, nice to see you, nice to see you too, steven, bye, 等下两点五倍速的, listen 9, how are you today,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how is emma, hello helen, hi steven, how are you today, i'm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hanks, how is tony, he's fine, thanks, how's emma, she's very well too, hellen, goodbye helen, nice to see you, nice to see you too, steven, goodbye, ok, 你听懂了吗, 我觉得很简单, 好, 最后一点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偶述课, look at, 这个标题中有个很重要的用法, 叫look at, 是看一看的意思, 最近有个学生跟老师说, 他最近学了一个叫使用生活口语这门课, 他经常跟他的同事说, 他的同事有的人问他, 他脱口还说句英文, 然后他感觉非常激动, she is very excited, 他非常的激动, 其中有个就是这么一句话叫let me see, 让我看一看, 当时我们讲的是, let me have a look at it, let me have a look at it, 我给你这个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 叫let me have a look at it, 意思指的是让我看一下, 好吧, 好,look at, 是看一看, 瞧, 你瞧的意思, 单独使用的时候是说look, 你瞧, look, 是你会了吧,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他在举的一些例子, 他主要在训练一个句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look at that housewife, 你瞧那个家庭主妇, is she busy, yes, she is, no, she isn't, she is lazy, lazy, 是懒惰的, 和busy是一个反译词, 好, busy, lazy, 两个词认识了吗, 就是训练着一个句式, 没有什么重要性, 我们作为新学的这个, 我们作为学生, 主要是掌握其中的一些反译词, 就是说他们一组反译词, 比如说第一个, look at that man, is he fat, 是吧, fat, 看到没有, 好, 然后that woman, thin, thin, 注意thin, 要舌音要注意, pishman, tall, 就是高的, short, 就是矮的, 然后呢, that mechanic, dirty, 注意单词, dirty, dirty, 在美式的时候, 气会不错, 换成d, 换成d的方译, dirty, 这么读, 那音是, dirty, dirty, look at that mechanic, is he dirty, 对吧, is he dirty, 他脏吗, 好, 后面的, nurse, clean, 干净的, clean, hot, steven, hot, emma, cold, 冷的, 后面的, old, young, 都没有问题了吧, 然后lazy, 所以只要把这个声词认识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look at,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它的用法, 第一个, look, 单独使用的, 瞧, 这是你会用的, 第二个是look at, look at something, look at, look at the blackboard, 你们看黑板, look at the blackboard, 对吧, 还有look at me, 你看着我, 每句中一个人要死掉的时候, 你都会让他睁开眼睛, 对吧, 不要让他要跟我说话, talk to me, look at me, 对吧, 要跟我说话, 不然的话你一睡就睡下, 就睡死掉了, 很常见的一个场景, 还有就是have a look at it, have a look at it, 瞧一瞧的意思, 比如说I bought a new watch today, 今天我买了个新手表, have a look at it, 你瞧一瞧, 对吧, have a look at it, 瞧一瞧, OK, 好, that's all for today, 今天我们学习这么多, 课文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给大家拓展的内容呢, 让你们, 让这个课程又变得不够简单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的拓展都是基于课文, 而且非常的实用, 你一定要掌握它, 如果你把每一课都掌握得非常好, 你自己学的也是很有信心的, 进一步你自己都能感受得到, 并不用去这个, 不用去检测, 你自己都能感觉到, 你自己学到什么东西了, 如果你自己并没有消化好的话, 你自己也是没有底气的, 现在的一侧, 二侧, 本来就是让你夯实基础的, 所以你不要, 呃, 这个, 焦躁, 一定要step by step, 对吧, 这个, 一步一步的往前学, 我相信你肯定能够有所成长, 每一节都就是这样, OK,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如果你小心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实际上是下午了, 四点钟的时间了, 我睡了一觉之后, 精神抖擞了一下, 又给大家录制了一下, 好, 今天我们使用了新的, 呃, 这个录, 录屏的软件, 我们看一下效果是不是更好,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啊,